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花心见成 你有你港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澳门开港 我是主持人李宥盈 今天我们的演播室非常热闹 有四位嘉宾 今天我们会和大家介绍一下 灭罪小先锋的计划 其实这个计划已经进行了第四届 今天我们专门邀请了学员 和师兄的Madam和校长 来和大家一起谈谈关于这个计划 他们有什么得着呢 这个计划又希望未来可以达到什么效果 介绍一下今天的现场嘉宾 在我身边这位是群力支付的副理事长陈嘉良先生 陈教掌你好 主持好 大家好 今天到郝克森筹司法警察局关注少年组 精武主管朱惠敏 你好 Hello 大家好 我们今天还有灭罪小先锋的第三届学员闪素儿 小朋友你好 你好 我是第三届闪素儿 今天我们还有第四届的王浩然 你好 大家好 我是第四届的王浩然 好了 我们都很欢迎大家 打电话上来和几位一起聊聊天 尤其是如果家长有家长 希望自己小朋友可以参加这个计划的话 就真的要打电话上来和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内容 我们的电话在278-9192 或者通过阳光网上的网址和澳门开港的微信 Facebook发表你们的网上意见 首先一起来看看今天澳门有什么重点的新闻 澳门半岛污水处理厂 一段地下管水道损坏迫缺金户 24日起暂停污水处理三天 污水会洩流至盈岸水域 运输公务司司长陆林文表示 当他将24小时施工抢收 他知道问题为附近居民带来不便 希望社会谅解 他依照事件与行政长官沟通 相关部门认为厌室是适合的时间维修 污水处理厂将暂停运作三天 污水直派延岸水体 议员默遂他认为 政府应在工程前做好环平报告 并公布环平报告内容 让市民知道工程对环境心态造成的影响 他认为污水处理厂有化升级有必要 附近居民不示投诉污水厂发出的臭味难以想象 对将来入住的市民健康将造成影响 全新澳门协会提出深海岸线计划 希望明确规定今后所有批速或重新规划 而且位于海岸和湖畔地夺 迫随将延岸空监作为公共地夺 同时以澳门半岛栏作为切日点 逐步六十串河海岸优化和政治规划 使海岸线成为居民侵止活动 运动以下休息的地方 建议检视长5公里的滨海跑步和担车径 交通资商委员会召开今次任期成员最后一次会议 会前先拍摄大合照 会议讨论停车场巡查工作 本国的交通整治情况 暑假大型道路工程的计划等 有澳门书画艺术联业会主办的李秋萍书画展 在金碧文学中心开幕并展彩 本次展览是李秋萍的第十一个个人书画展 共展出水母画作品70幅 书画58幅 他希望将所学的灵灵画批技巧 传授月日为他社会 回到澳门开港的现场 早期的澳门开港 陈校长已上来和我们探讨过 暑期有什么活动 可以令我们青少年身心都和益 我相信这个灵灵小先锋一定是其中一项 这个活动是由我们的施政局主办 和很多学校一起联合举办 邀请我们学校的同学 例如对我们未来成为 一个sir或madam有兴趣的同学 或者对于我们施政局的运作 流程需要有点理解的同学 都可以来参加这个灵灵小先锋的计划 今天我们也很开心 有两位小先锋可以来到我们现场 他们可以亲身和我们解采一下 究竟参加了这个小先锋 里面有什么活动呢 他们有什么得着呢 或者我们先听听 闪小朋友和我们聊聊好吗 我开始参加灵灵小先锋 是因为我想了解更多施政局里面的内容 还有我在里面 我会参加了很多防罪意识 包括一些领导的才能 一些防罪手法意识 可以将这个正能量带给身边的同学 和家人 嗯 其实你参加这个活动 都会有什么样的活动内容 或者是它为期多长呢 总为期是一年的 一年 是的 我们会以一大群人做一些宣传活动 然后外展 将这个防罪意识带给其他人 嗯 你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有哪个活动呢 是参观这个路环施警监狱 那个刑事技术厅 嗯 刑事技术厅 看到什么呢 刑事技术厅 听我们普通的市民 其实都是没有机会进去的 或者跟我们讲一下 看到什么有趣的东西 看到很多 例如艺钞 其实是要怎么分辨 也会知道 其实原来 骗图是会用艺钞 这个东西 运进去其他真男子里面 就会令到其他人受到 嗯 事实 嗯 其实你们除了可以看到一些物证之余 都可以了解到 譬如说一些常见的犯罪的手法 其实都不单是提高了自己的犯罪意识 我想家人也很拿得着 那我听听黄同学 都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黄同学好像看起身 比赛同学 比赛同学 是不是 今年是读中的 我是 准备升读大一的 准备升到大一的 那其实 我刚才听赛同学 说你们的 一个是一年的时间 那其实你也是 就是升学的 这一年 会不会觉得 哎呀 都时间几近 都有一些辛苦参加这个计划 会不会 嗯 是的 那我参加这个计划的时候 其实就 自己是在读中高三的 那当然 在升学 也是在升学的途中 那所以 都是会有少少压力的 但是 这个 我们的 关注试园做的人员都很好 那 他们在我上学的途中 是一个月 只是 普遍来说 都是会有一次的活动的 那就是 不算其他 其他话剧的 一些的排练 那其实都是 一次的 活动的 所以 都不是说 真的太辛苦的 嗯 那其实你参加了 这个计划之后 是不是真的 其实以后一个 职业规划 都是想进入 我们的一个 警察队伍入面 为民服务 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当初去参加这个计划 之前 那首先 我是 参加到这个计划 是因为 我是学校 我是一个封忌的组织 一个团队 那是 有封忌的 一个警察 一个主任 那他就 看见我 平时 都挺正义的 是的 出席率都挺高 那就介绍了我进来这个活动 那 进来这个活动之后 就发觉 啊 那些长官 都非常好 非常友善 他们都会很虚心 很好 那介绍了 司令局很多架构 也都介绍了很多 司令局的装备 一些设施 那我觉得 对自己日后的升学 选择方向的路头上面 都多了一个选择 是会令我 是会对 去投身警察 维持社会的那个治安 是会有更大的兴趣的 嗯 那其实我们刚才 听了两位行员 都简单介绍了 那对于他们的一个 就是人生观 甚至是就是 我们看世界的方式 都是有些影响的 那可能呢 就是我们自己 都更加明辨是非 或者是更加 就是不易受到梦陷的 那其实我也想听听 是什么呢 让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最初呢 设立这个计划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其实一直以来 司法警察局 都非常着重 青少年防罪宣传的活动 那灭罪小先锋这个计划 其实早在2013年 已经开始举办的了 那希望 除了可以加强 警校之间的合作之外 希望是透过 一系列的领袖培训科程 和刑事偵辑系列的 培训科程 可以加强青少年的一个 一个价值观 和正确的人生观 那也都希望透过 将一些防罪灭细的信息 介绍给他们 他们可以利用 蓬佩之间的影响力 将这些信息 可以带回他们身边的朋友 或者校内 校外的同学等等 那我们现在已经是第四届 那我们都有多少个学生参与呢 会不会有点数字 一三年开始 直到现在 早星期二那天 我们就已经举行了 第四届的结业礼 和第五届的启动礼 而每一年的人数 也都很多谢本澳各校的 鼎力支持 那获得好评 成效不错 那也都今年呢 是这么多年来 收学员最多的一年 那参加的学校的数目 亦都是最多的 总数今届就有150个学员 来自本澳三十三间中学 即是第五届 现在新的一届 是150位的 没差 那其实我们对于 这些学员的测算 有没有什么条件 但是说哎呀 我好想去都基本上都可以去参与 其实我们没有特别说要求的 最基本他们是本澳的中学生 那有时呢 就会是 因为我们没有特别规定 每一家学校 要给些什么同学的 有大部分的同学 他们都是自愿参加 因为已经来到第五届了 那一至四届 有很多学员 本身他们都在校内 已经开始播放一些正义的种子 那其实他们见到 哎 会自己说回这个活动 学到些什么 有些什么得着 那他们就觉得很特别 因为可能我们小时候 读书的年代 就很少机会 可以和警察 一个这么近距离的接触 通常都会觉得 哇警察应该很凶的 但是透过现在 这几年来 在社区警务的开展 那其实给一些机会 青少年可以近距离 去了解我们的警务工作 那其实对于 他们守法之法 这个效用会更加大 嗯 是 或者我们一会儿 都可以再和Madam主了解一下 我们都会 放些什么样的课程 或者我们通过 每一个课程 希望带给我们的小先锋 一些什么信息 我都想和校长谈谈 那校长之前 你都说 最最希望自己学校的小朋友 或者全好的小朋友 都可以 过一个有意义的 正能量的暑假 那我们学校有没有 其实都推介小朋友 或者是看到有小朋友 他们参与这个计划呢 其实这个活动呢 我们学校就很支持的 从刚才Madam主说 它已经是第五届了 我们连续五届都推荐了 学生进去的 那今届也是一样 那我们觉得 怎样去推荐呢 第一届就是一些尝试 那我们都选一些 譬如都是封忌队 那个纪律比较好些 还有会有正义感的同学 就推荐他进去 那后来其实回来呢 它是有一种情况就是 去参加的那个同学 回来会传播一些讯息出来 哇 很有意义 他参观了很多东西 看了很多东西 那其实呢 回来之后 他自己做这个推介 我们就容易了 喂 有这样的活动 第二届哪些人参加 那在封忌队当中 其实很多同学都想参加 那我们都是 选一些比较好些的推荐过去 所以就 现在形成了一种 比较好的良性互动 就是参加完的同学 觉得非常之好 回来推荐 那我们去推荐过去的时候 那他们都很乐意地去 现在去到第五届 我们自己看回 那个成效是非常之好的 一方面去那个同学 他回来 就是主持你所说 就是那个视野 看东西的角度不同 还有就是真的对那些 防罪灭罪的知识是多了 另一方面 我觉得最开心的 他回来 他愿意去分享 就是以前可能那个同学 比较害臭 是的 比较害臭 在班里面 或者站在面对着 千几个同学去说话的时候 他是很害臭的 但是我们都鼓励他 你去做分享 他有了材料之后 他愿意在班里面说 在全校里面说 我觉得 就真的是一个种子 这是一个种子计划 他学了一些东西 其实现在在校里面 起到一个好的作用 因为有时候灭罪信息 除了请嘉宾回来说 老师说之外 其实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同学之间 他自己一个亲身的一个讲述 对同学的影响是很大的 那我想呢 未来这个计划呢 是很值得去做 还有呢 如果有条件呢 其实我建议呢 就可以开一个叫暑期特别班 嗯 就是说呢 除了有一年度的计划之外 其实暑假 可能呢 因为多学生呢 他是比较 就是放假 多的时间 其实有些暑期的特别班 或者密集式的一些班级呢 他不一定行完整年的流程 或者一些有意义的东西呢 就是有一些重点的项目 给他可以去做 其实呢 亦都是一个我们学生暑期的一个好的活动来的 建议政府考虑一下 明白 其实呢 我手上都收到一本这样的小冊子 就是第四届 这个灭罪小千锋总指计划的一个纪念特刊 那我们都可以见到 他们里面都有很多一些非常之丰富的活动 包括刚才 闲同学提到的一个刑事技术厅 那还有 有一些我都很羡慕的活动 就是可以去跟金牌运动员去亲身接触 这样的 那我刚才都不记得问啊 王同学他自己的一个最最 就是印象最深刻 或者是觉得得着最 最有意义的一次活动是什么呢 王同学都介意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好 嗯 对我自己来说呢 那其实我本身呢 的性格是比较内向的 那也是自己读乳或中学的关系 那所以 可能功课的压力都比较忙少少 比较多少少 那所以自己 比较 跟人沟通的机会都不是很多 那所以 参加了这个计划之后呢 那我都跟人的沟通多了 也都参加了一个话剧的活动 那在话剧的活动里面呢 需要很高的应变能力 沟通能 沟通的技巧 那 有时候更加是会 譬如 哪个做哪个角色 可能要讨论一下的时候呢 那 需要 一些很特别的 需要更多更多的 能力去 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嗯 那我刚才都听到 啊 现在活动都挺多 还要演完 画剧的一份 其实都挺精彩丰富 或者我们都听听一下 Madam G. 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每一年的固定的活动 有些什么 或者我们每年的特别活动 有些什么 那其实整个课程呢 是为其一年的 那除了是这一年 我们有 恒常的 就是一些 防罪的 一些 题目的课堂之外呢 就是刑事偵緝系列 包括会 会告诉他们 不同的案种 的刑罰是怎样 我们查案 需要一些 什么特别留意的地方 例如有 侵犯人侵犯案件 就是一些打斗的案件 性侵案件 甚至乎是 伤人 搶劫 毒品犯罪 等等 各方面的知识 会希望可以给他们知道 原来这些罪行 不是单止 只是犯法那么简单 背后 衍生其他的问题 对青少年面的侵害 是有几多 我们都会和他 概括地去介绍一下 另外就 好像刚才 浩然这样讲 就有一些 关于是 领袖技能的培训 会在课程的初段 因为始终他们 是来自不同的 澳门的学校 他们彼此都是不相识的 那在一些 初段的领袖技能 培训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看到 部分的学员 是可以真的有一个领袖的风范 在那里 如何去规划他们的时间 你看到他们 现在颈的领口 那里 有两棵花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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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括和大家 每一年可以结业的同学 都会有一个原始的 一个小种子的分章 另外去到银的 就是已经是十优 或者二十优 即是在过去的一年的课程里面 他们是表现出色优秀的 那他们有什么有用呢 还有一个金的 金的是什么 就是领袖结出的 即是因为现在 其实已经来到第五届 其实第一届 开展的时候 他们连续地 都会 回来 灭罪小师傅这个大家庭 即是可以重复参与的 是可以重复参与的 那他们因为 畢竟青少年的阶段有很多 有学业的时期 可能会由初中升到高中 由高中准备升到大学 我们今年都很感恩很开心 都有十位的大专院校的学生 来自国内 台湾 澳门 都会回来 去和我们一起进行所有的活动 那希望他们 一直把这个力量带下去 那其实现在他们两位呢 都是开始去协助我们 诗经局 将这些这样的信息种子 去引领下一届的同学 去继续去展开所有的活动 嗯 即是都好像已经是一个 校友会这样的形式 但是就不同的学校 因为好像刚才浩然这样讲 我们有话剧的表演 其实这些话剧是一些防罪话剧 譬如防骗 防巴士盗舌 那有一些社区的活动 又或者一些长者的聚会的时候 那透过他们 去将一些信息去告诉他们 用一个比较生动一点的形式 去展示一些 那些公公婆婆有意记一点 例如防骗啊 怎样不会被人欺骗啊 那去到社区那时候 小心裁物被偷啊 諸如此类 就透过他们自己去演绎 那几分钟的话剧里面 去将这个信息带给其他人 嗯 那其实刚才我也想问一下闲同学 闲同学 闲同学现在还小 那我们应该是读中高一 是高一 那我们其实也应该还有很多机会 可以和身边的一些同学交流 因为那些同学都会陪你陪三年 是 你有没有跟我们一起谈过 就是你自己去参加这个计划 有 有没有同学听到之后 就说 可以通过你帮我报名 有啊 我会跟他们说 其实这个活动不单有意义 你还会充实到你暑假 或者是你课外活动 你会令到 你知道更多施警局里面 其他人不知道的事 嗯 我也推荐了我的同学去参加 他们也很踊跃 嗯 是吗 都觉得挺开心的 参加这个 那你今期 譬如说 你有没有考虑过再参加多期 因为刚才Madam G 说 你可以回来的 我们也很欢迎的 我会继续陆续帮忙 我会协助Madam G 继续帮忙 下一届或者之后那些我都会帮忙 嗯 是 其实我看到两位同学 可能参加了灭罪小先锋计划 他们的精神面貌是特别不同 会坐得好像特别直 然后又特别精神 因为有时候 可能现在的小朋友 经常对着电话太多 可能就 啊 常常就摔下头 看着电话 那好像他们那样 坐得这么直 又 总之已经有少少的一些 阿sir或者Madam的风范 已经出来了 我觉得都挺好的 那或者我们都跟校长谈一谈 那我们现在学校里面 都 除了我们可依推介同学们 去参加这些之外 我们都会不会有一些 防罪灭罪的一些宣传活动 其实是很多的 那我们一般来说 分开几样东西 一个就是做讲座 那都会请到Madam G 你的同事 或者是另外 治安警的同事 会过来做一些 就是全校分享的 那另外一方面呢 其实觉得成校更加大的 是什么呢 我们会组织那些同学出去参观 譬如就 少年感化院 或者是老环监用 那当然了 刚才说的 刑征那个厅呢 我们就进不了去 比较可惜 那我们 透过Madam G 就再要去申请 看那些这么有意思的 那要是去参观的时候 我们觉得呢 那些学生是 那个兴趣很大的 就是这一类活动 是特别吸引那些学生 是的 你去到少年感化院 你跟他们说 如果他们的情况 就是这样的了 如果自己有些什么 行差答错 或者身边的朋友 行差答错 可能就是这样的 去到老环监用 那他们的感受会深很多 那还有呢 我们有第三类的宣传呢 我们会很留意一些时事 就是我们有公民堂的 我们就会 如果看到有一些 类似青社团犯罪 或者是一些跨境犯罪的话 因为我们在北区 其实都很关心这样的 总之 有这些呢 我们会展下来 展下来就叫同学 仔细去看 看完之后呢 我们很希望同学上来分享 就是说 当这些这样的青社团犯罪发生了 或者跨境犯罪发生了 他们怎样去看 以及要去结合自己的生活 就是有些什么可以做得更加好 预防会出这种情况 最重要就是说 如果他知道有这样的犯罪 他怎样向自己身边的朋友 或者家人去讲解这些事情 那我们很希望给他一些责任 这样去上公民堂 其实那些学生的得质是多很多的 所以现在看回 基本上学校在施建局 那个大力的支援之下 我们的宣教是做得可以的 学生的意识的也确是 透过灭罪显身风 以及我们去参观的活动 他们是高了很多 就是手段也多了 嗯 其实刚才陈校长也有提到 我们可能会有一些 他们亲身参与的活动 会令他们更加印象深刻 这个时候也要跟我们的同学聊一聊 因为黄同学 我刚才也看到这本书上面 都会派你们出去 就是替施建局做一些宣传的活动 因为平时我们经常有一些 比如说一些政策宣讲 我们MadamG都经常来的 那现在你们是不是 就是在一个现实生活当中 都会有代劳呢 就是曾经有参与过某一些 就是宣传的一些 campaign 我们叫做 是吧 是啊 是啊 那我们平时在货遇的时间 我们都会协助 关注宣传的司令局的人员 是出去 向广大市民 是去宣传这些防罪灭罪的讯息的 是 现在也都有 是刚刚也都开展了 我们是有一个 预防不上濫药的活动的 嗯 周围期一周的 那我们是会继续下去的 那除此之外 其实我们也都会 举办了一年会有三个 除了这个暑假的 预防不上濫药活动之外 在圣诞节 圣诞节前夕也是会有的 还有 复活之前夕也是会有另外一个 都是预防一个 一个宣传的活动 那我们也是非常乐意 是非常开心 可以参与到这个 防罪灭罪的一个 宣传活动 那是 是的 非常开心 嗯 是啊 阿闪同学有没有参加这个 不上濫药活动 这个活动 我有 我连续两年都有参加 是 那我们都要在关集那里做些什么 你们是觉得 怎样宣传我们的市民 会更加 接受得到你们的信息 呢 我们不单只会 以宣传单箱上面 写着的内容 去告诉他们 我们还会拿一些示例 告诉他们 其实澳门发生过这个事件 要更加注意 还有我们主要的对象 是青少年 嗯 我们以蓬佩的身份 来告诉他们 他会更加容易接受到 嗯 是 其实就像朋友之间的一个 聊天 或者交朋友 那样 就好过 如果是Madam 阿sir 去到那里的时候 他们都可能有点害怕 为什么要查我牌 那我们现在都先去天气了 天气回来 我们都会听听市民的意见 看看他们对于这个 灭罪小先锋的总指计 有什么个人的见解 当然是澳门香港的现场 那我们现在都要听听一下 家庭观众对我们这个 灭罪小先锋的一个计划的意见 那我们都线上有 邪小姐 在楼前 邪小姐你好 你好 各位嘉宾好 你好 那我那天就走过关习澳门 恐怕口关习口 就见到面对小先锋 他们拍一些宣传短片 其实对于一些暑期的学生来说 是一个比较正面 和一个好的教育 因为始终在暑假流流场 最少都放一个月 如果读下令 不读下令 放了两个月 那在漫长整个暑假里面 怎样去教导那些小朋友 对社会是有责任 或者是对一些 撲灭罪行的认识 因为有些是读初中 已经是有十几岁的了 属于少年 又容易是受到引诱 因为他们的患战能力 都不是那么足够的 那我们怎样可以辅助他们 给一些正确的观念他们 对于一些違法的行为 或者是撲灭罪行的行为 就让他们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或者更深的认识 教育我们的下一代 去做一个有责任的少年 嗯 姐小姐你都会不会叫家 就是青少年 如果有机会 都会跟他们说 我们有这个计划 其实你可以去参加一下 这样 会不会都考虑的 会的会的 建议他们的 因为我的儿子 有些儿子 有些都是十几岁的 希望他们都能参加 认识一下 这个灭罪先锋的过程 嗯 好 多谢姐小姐 跟我们的分享 那或者我们 听听着Madam主 简单回应一下 那我们的报名方式是什么 其实真是很 多谢全澳的学校 校方的支持 对于我们来说 推展这个 青少年防罪的工作 是很重要的 因为其实青少年 尤其是在本澳 我觉得接触几年之后 我觉得这几年 特别是 其实澳门有关于 青少年的犯罪数字 是下降的 嗯 我们很感恩就是 其实各方的 对我们司令局的支持 和特别是家长 对这个灭罪少先锋 这个活动的支持 都很深很厚 很大力的 我们每一年 三月份开始 我们就会 司法警示局 关注少年组 就会走进学校 向每一间学校 就会 开始 我们接受 这个招募的计划 而 刚刚是这一年 开始的时段 我们都得到 校方的 鼎力的支持 去给一些时间 那些学员 在校内面 譬如 组会 炒长 他们都是 真的很好 会给一个时间 游回在校内 这么多届的灭罪少先锋 去自己 亲身 推广 这个计划 的目的是什么 他们当中学到什么 去跟其他同学的分享 所以 其实虽然今年我们 那个学员的额 只可以得150 其实我们收表的时候 都已经 将近300个名单 但是只不过 我们当中 因为会 选择一些 校方 他们会推荐 哪些 有些是自己 是报名 有时 我们会在 岁数那里 会调整一下 因为可能 刚刚初那些 他又 太懂 我们说的 不是太深 但希望 可以发挥到 正面的力量 去到最大 是 那我们都听听一下 韦家庭观众 王小姐的电话 王小姐 你好 李小姐好 四位来边好 你好 同学 这两位小先锋同学 我看着他们都很可爱 我作为一个观众来讲 我觉得他们家长很自豪 这两位小先锋 你们确实是 看见你们 你们穿再好的名牌 没有穿上这个制服 漂亮 很感到正能量 这确实我们 司警方面做得很好 希望年轻人 因为有一句话 老人讲过 就是仿尸不如仿友 他们这些个小先锋 他们会感染很多的朋友 他们的正能量 发挥的更多 我想这位校长 你也会在你的学校 不断的发动你的 对初中啊 或高中的同学 有暑期的同学 让他们多参与这个活动 因为我们澳门 还有童子军 他们都参与社会很多的活动 维持秩序啦 就确实在这些问题上 灭罪先锋 就毒品问题啦 其他很多问题 有的小孩 他的智力方面 得智体方面 他有的不懂 他好像我今天出街啊 有一个好期 十一二的一个学生 飞着书报 上车不懂得让坐 不懂得让人 他上了车以后 他就堵在门口 我说这位学生 哎你能不能帮你挺啊 你走一点 因为后头很多人要上车 他有了坐他就先坐 下车也不顾别人 就是这种道德教育 对教育师来讲 对各个学校也讲 哎我希望教育师 应该把好的经验通过校长 通过我们的警司 通过我们小先锋 都召集他们的会议 总结他们好的经验 让我们更多的年轻人 走正路 在十字路口上 因为人生有十字路口 他们年轻人 十六七岁 有的十三四岁 有的反叛 如果有一个正能量的东西给他们 他们一路走的是很好 做一个社会有用的人才 父母更加开心啊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黄小姐的分享 其实黄小姐所说 我都很想和两位同学 家人聊聊 如果同学的爸爸妈妈 在看的话 打电话上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自己的小朋友 参加了这个有什么得着 其实刚才黄小姐也有说 我们可能参加了这个 同学是特别性能量 特别有正义感的 我也相信 如果是一些 譬如说一些青少年犯罪 肯定是没有他们的分 这个我一定相信 但是 可能你们身边有些同学 譬如说 可能像黄小姐所说 他们会有一些 不是那么好的行为 不一定是犯罪 但是可能是不一定那么好的行为 其实你们会不会 会有一些这样的 觉得好像 这样的 一些职业的荣誉感 会不会去提醒一下他们 我会的 我身边没有发现有这些朋友 如果我们真的有发现到 有这些朋友 我们就会以我们上课 学过的知识 告诉他们 其实这样是不对的 譬如是濫药 我们就会告诉他们 其实濫药 会到自身体上 机能会受损 智力可能会神经敏乱 我们就会 用一个方式 去跟他们说 其实不应该这样做 如果我们真的处理不了 我们就会 请我们信得过的家人 或者朋友 甚至乎 进一步的就是 找Madam G 是的 便宜了 其实我相信 黄同学可能身边更加多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同学 应该都是面临着一个升学 或者是自己要选择一个道路 黄小姐说的就是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 可能你身边更加多的同学 因为18岁 又可以去入酒吧 是不是 又可以去接触一些 譬如煙 酒等等 其实你看到的时候 都会不会有些 可能他说 提一提 或者用什么方式去劝语一下他们 首先 我自己是有听闻 是有这些行为的 但是我自己 在学校里面 我还未有听闻过 如果 如果 我十八岁 踏入这个十八岁的年纪 也可以入酒吧 如果真的发现到 一真的有见到 有这些行为 那我也都会 不会犹豫 立刻 跟美丹珠 跟发行师兄局的人员 是说的 美丹珠 是 是的 是的 我们都听听 陈校长对于刚才那两位 家庭观众的 一些点评 有什么回应 那郑小姐呢 就很支持自己的小朋友 参加 那这个很好的 因为这么好的活动 除了学校推荐之外 也都希望 家长都是积极推荐自己的小朋友 那学校得到家长的同意 我们可以更加放心的 推荐那些小朋友参加这个活动 另外 黄小姐说到 有一句说话 其实都很好的 仿施不如仿友 因为在教学当中 老师的角色是一个 就是讲很多道理 但是其实 比较有亲和力 或者比较另一方面的 那个号召力 其实那个榜样的力量 很厉害 因为老师可能讲很多很多 都觉得 你讲道理而已 但如果不是 我们有一个榜样 参加了灭罪小先锋 回来之后 整个同学的精气神不同了 说真的 刚才这两位同学我见到都很开心 没有家长 作为老师见到他都很开心 我相信这些就是我们的榜样 我们会在校内那里 会积极去树立 同时也都 由他们去讲 那个说服力有时会更加强 就是给老师去讲 你老师当然这么说 但现在不是 同学学完之后 用一种比较蓬佩式的方法 去跟他讲 这个效果是好很多的 我们都是再次建议 第一样东西 这么好的活动 今年就增加了150 但是300个人 淘汰了一半 希望有机会 再多些少 下年去到200 人数多些 受惠人数多些 那个覆盖的作用就会更加大 种子的效应更加明显 第二样东西 我也是很极力推荐 因为暑期很长 刚才郑小姐都讲过 即是说你现在放暑假 分钟可能过几两个月 那么长的暑假 其实我们都很担心 青少年如何善用暑假 你叫灭罪小姐妹 现在是一个完整的课程 其实你有没有办法 在当中抽一些精华的活动出来 等这批小朋友 你可以在暑假组织一个特别班 比如两三百人的 或者是一百人的都好 等那批小朋友去参加的时候 他们能够浓缩 学到一些好的东西 那么其实 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 多一个青少年去参加的话 那个宣告的力量就更加大 那真的考虑一下 就是暑假班 暑假班是觉得有必要的 就是令这个参加 变成一个主流 变成一个潮流 那陈校长问了两次 什么都不知道 你回应一下 其实呢 今年是第一次 我们会接收这么多的新学院 其实在暑假活动里面 我都很认同陈校长讲的 关于这个暑假期长的时间 或者我们究竟有哪一方面 可以再开展 那其实我们司警局 除了我们自己的 组的工作之外 其实在社区警务那方面 他们也都开展了第一次 就是和搞清局去合办 一个亲自认识司警局的 一个参观团 其实由上个 刚刚早一个星期日 就开始做第一个参观的活动 就是爸爸带着 爸爸妈妈带着自己 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 那就认识我们司警局的 一个初步的了解 那每一次 那个活动时间 都有两个半小时的 那起码 希望可以 就是好像陈校长所说 透过不同的渠道 可以和不同的政府部门 或者学校去合作 那都是一个很好的 推动一个 一个清晰联防罪的一个工作 嗯 是 那我们现在都听听家庭 观众李先生的意见 李先生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首先说回这个 小先锋 和最小先锋的概念 我已经发现非常理想 可以在一个 这个年轻人的 那个阶段里面 推广一些在治安 和治身 和这个社会的问题上 会作出一些反应 但是我希望在这个 当中呢 要提及一些 因为刚才两位嘉宾 都没有提及到的 就是这班灭罪小先锋 除了刚才所提到的 之外 有没有可能 去加一些 因为现在呢 我相信大家都会看到 在学校的欺历事件 又或者是一些 毒品的事件 还有呢 还有一些是老人家 因为现在反而呢 中年人和老人家的接触是少的 反而是年轻人和老人家的接触 更多过中年人士 因为那个时间的关系 上班下班 那老人家的骗案 和网上的诈骗 那其实有很多呢 都可以 在这个面前小先锋 那里呢 是带出来这个社会 那里呢 向这些有需要的人士 或者这些罪案呢 是令到它更加表面化 而且不会容易被人欺骗 那这些呢 其实呢 如果面前小先锋 他做得到的话呢 我相信 他的能力会更大的 最主要是一件事呢 就是这个活动呢 令到那些年轻人的 那个思想的正面化 和对社会的人生的正面化 的看法呢 非常好 澳门应该多些 举办这些有意义的事了 以前澳门 为什么会这么多年轻人的犯罪呢 因为经济的环境 和那些父母亲 都个个都是去办公找尺 但是现在澳门这几年呢 经济环境好了之后呢 这些事件就少了了 但是青少年濫药啊 和刚才所谓的那些 学校的欺凌啊 和网上的诈骗啊 这些呢 我相信最好做多些工作 更加保护到市民 和一些年轻人了 好 谢谢你们 好 多谢你的意见 李先生 我们最后再听位 陈先生的电话 陈先生 你好 你好 李姐姐 你好 李先生 陈先生 两个小孩 陈先生 你好 陈先生 两个小孩 陈先生 你看你们会先展述 你们真的好 你们可以 在现这社会 你犧牲了 你游戏的时间来做的 你们真的好 是学生的典范 但我又有一件事 司法署應該提點過你們 當你們發現罪案的時候 你就不要衝動 不要說自己是滅罪 我第一時間去抱著那個作案者 你在最安全的時間 通知有治安警或者司法警來執行 你可以跟著他 跟著他通知警員 你不要自己去 因為很危險的 你要有危險的時候 不知道司法署怎樣向你父母解釋 那司法那位小姐 我就想我講一聲 希望你透過你 告訴你們部門 你們經常都破了很多毒品 你們好東西 你們局長好東西 因為你們局長不像其他局長 給你們選擇性執法 如果給你們好像其他局 那樣選擇性執法 澳門都可能 有麵粉派都可以了 有丸子派都可以了 但是我告訴你 有兩件事 在貢北的關口 如果我是販毒集團 我隨時擔進來 你們都不知道 我只要我在那些水客那裡 在大塞 大城那些水客那些婆婆那裡 我給到50元 他帶回來 我只要兩天 兩天一定不會斷的 那些出入的單車 那條橫桿雪 橫桿直桿 全部塞滿了 都可以 但是因為這些人 你們看不到 改關也都是選擇性 所以他們不知道 但是為什麼 特區政府有一個叫做緝毒犬 為什麼緝毒犬不放在那裡 你是阻嚇性也好 他就被人說 喂你嚇倒我的小朋友 嚇倒我 我過關嚇倒我 原來我說你嚇倒我 是嚇倒我腰包那袋 白那袋丸仔 所以我希望你轉回給你們的舊老闆 司長聽 叫他不要再給那些局 選擇性執法 和放回那袋子在那裡 你可以給他一個口罩 不嚇倒人 說你們罵你們 嚇倒他那些 他就是心有事的 是這樣的 不好意思 你們埋尾 找些時間 拜拜 謝謝陳先生 陳先生是我們的老觀眾 所以很知道我們的一個時間 其實那些執毒犬其實挺可愛的 我們之前也曾經做過一期 是專門把一些濕道犬 帶上我們的現場 來和大家一起聊聊天 給大家看一看 我們最後一點時間 或者都給現場的幾位嘉賓 就可以回應一下 兩位小朋友 有沒有什麼想說 閃小朋友 剛才大家都讚你們 謝謝 首先我們 好像剛才的觀眾這樣說 其實我們都會確保自身安全 再進一步去了解這件事情 通常我們都會保持自己安全 然後再告訴自己信任的人 不會很衝動就會做這件事 你們是培訓的時候都有教過這件事 是 都非常之好 那我們聽聽黃同學 有什麼想回應一下 嗯 我就覺得我自己都馬上升讀大學了 在為期一年的培訓裡面 自己都學了非常之多的防罪滅罪的知識 那我就非常之希望 將我可以學到這些知識 不止中學 也都帶到大學 那就令到更多人受惠 更多人是有這些防罪滅罪的信息 嗯 說得非常好 我們聽聽Madam Ju 可以回應 其實都很多謝各國市民 其實都很支持滅罪小先鋒這個活動 其實關於一些另類的外景宣傳 好像剛才我們所說 我們都很認同的 可能我們去到一個中年的階段 會少了一些時間去陪老人家 所以我們都會希望在日後的時間 可以再增多一些機會 去給一班滅罪小先鋒 去透過話劇或者另類的一些模式 去近距離接觸一些長者 去將一些防篇 或者其他的防罪信息帶給他們 嗯 其實我也想問一問 就是我們都會和我們小先鋒 教一教他們 比如說要注意自身安全這些 會的 因為其實 無論他們身邊 或者是否有些防身術教一教 防身術 現在是希望日後的課程裏面 可不可以預加插 因為現在已經都很豐富 但其實他們都會了解到 當遇到一些犯罪的時候 或者目睹的時候 都必先是第一件事 你要確保自己安全 如果自己不安全 根本任何事情其他都做不到 所以他們這件事都絕對清楚 嗯 我們最後請聽聽陳校長的總結 這個活動非常之好 作為校方來說 一如既往會繼續支持這個活動 還有難得我們已經有這麼多的小先鋒 我們一後來會繼續等他們出來講多些 書留一個正面的形象 同時也都呼籲不單止是司警局做了這麼多 其實如果譬如治安警察局 或者譬如教青局 有一些類似這些活動 其實可以舉辦多些 因為我們的青少年在他們緊張的學業之外 其實我們都希望他們能夠透過一些社會活動 掌握更加多的東西 畢竟滅罪也好 或者其他一些正面的訊息也好 學校帶給他們的訊息是有限的 如果能夠政府、學校和家長 今天家長都很支持 家長三方合作 我們青少年的成長就會更加健康 沒錯 其實我相信我們的一個特區政府 特別是我們的一個保安司 一直堅持著一件事 就是要警民合作和一個警校合作 由他們的次次上來 我們澳門開港都是宣傳一些正能量 和一些合作的一些 program 我們都已經知道了 其實都希望未來有更多這樣的機會 明天我們會和大家開放話題 大家有什麼都可以暢所謂 我們明天澳門開港再見 拜拜